音乐 关怀全球开拓事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张福昌 埃及在通过新宪法公投案之后 政治发展的重心 就转移到4月份的总统大选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内阁要总成呢 这和总统大选有什么关系 乌干达的反同性恋立法 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未来的发展如何值得观察 世界民主安宁日记 在日本遭到毁损 这和日本右派分子有什么关系 最后我们还要和你一起来谈谈 相当特别的争气庞克文化 它的特点为何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埃及的内阁总词 去年7月埃及发生军事政变之后 在军方的支持下 组成了临时政府 但是上任不到8个月 临时政府却宣布总词 震撼了埃及政坛 在过去的7、8个月中 临时政府有效冷却了激烈的情报 并且完成训宣法公投的任务 让埃及总统大选落出曙光 预计在4月份就渴望恢复 埃及的宣政秩序 由此可见 临时政府在政治上的表现相当不错 不过在经济上的表现 就没有这么好了 除了失业率居高不下之外 观光产业也一直没有好转 而总理贝博拉威的口袋里 也没有任何有效振兴经济的方案 除此之外埃及法院也正在审判 新闻记者一事 被视为是侵犯新闻自由的反民主行为 而上星期在新奈半岛所发生的巴士爆炸事件 更凸显的埃及旅游安全问题 这些都让埃及人民感到相当失望 因此临时政府的政绩 可以说是毁育参半 实在没有内阁总词的必要性 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提出内阁总词呢 一般认为这和即将在4月中举行的总统大选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因为现任国防部长赛西 是当选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 因此唯有持续国防部长的职位 赛西才能够登记参选 由此可见 这次的内阁总词 说穿了就是在卫西赛西的总统之路做准备 透过电视 埃及临时总理贝博拉威宣布内阁总词 辞职原因没有多加矩默 但是临时政府上任半年多来 埃及政经萎靡 总理实在难辞其咎 从今年初开始埃及街头纷扰不休 从交通部员工到清洁人员 纷纷走上街头 要求提高薪资改善工作品质 表面上内阁总词是为不当政策负责 不过许多人认为临时政府早就在替总统大选护露 埃及总统曼苏尔宣布要在四月底以前先举办总统选举 延药国会大选 选举制度一改常态 这项安排似乎是要让埃及军方首脑赛西能角逐总统宝座 赛西去年率领军方霸出前总统穆希 潜心镇压穆斯林兄弟会 他坚称军事政变都是为了回应埃及人民的要求 获得不少民众的支持 赛西目前担任国防部长 如果要参选总统必须辞去内阁职务 赶在大选前夕 总理提出内阁总词 等通于为赛西开路 让他的名正言顺 抄着总统之路迈进 民众对此反应两极 军方领袖赛西成为政坛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而前总统穆希则成了阶下囚 他和35名亲信 被以间谍罪教唆杀人 以及藐视司法多项罪名起诉 现在因为证据不足 律师团抗议司法不公等原因 让审判日一言再言 恐怕无法在短时间内结案 埃及开罗法庭外挤满了外国媒体 另一件同样备受瞩目的案件 在2月20号正式开庭 去年12月埃及政府指控 为在卡达的半岛电视台报道不实 并且和政府明令的恐怖组织 穆斯林兄弟会挂钩 因此积押两名澳洲记者 以及半岛电视台的办公室主任 我们在其中的选择 为了所定义的选择 准备去接受的选择 及其诚和选择 我们不得要解决 录多月来首次开庭受审 这三位媒体人士坚持否认犯罪 法院裁定继续积押 不得交保延期再审 埃及政府干预新闻自由 开始肃清一级言论 引起国际压伐 讽刺的是埃及今年1月份 才通过新宪法公投 宪法中明定要保障人民言论自由 但是却也扩大军方警方 以及司法系统权限 埃及总统大选在即 军事领袖赛希如果顺利当选 是不是又会走回军权执政 国际间都在观察 不管是谁 赢得4月份的总统大选 都将是埃及新宪政秩序的开始 我们相当希望 这可以为长期动乱的埃及政局 带来稳定的效果 好 接着我们来关心 同样位在非洲的乌干达 乌干达是东非共同体 五大成员国之一 有80%的人口信仰基督教 2010年开始 乌干达积极借助丰富的农业 和天然资源来发展经济 使得乌干达的经济 比以前进步很多 不过乌干达对于前卫的同性恋议题 就没有这么进步了 今天国际媒体都以相当大的篇幅 报导乌干达总统签署一份 严惩同性恋行为的新法律 并且强调 即使西方国家施加压力 也要坚持执行 其实乌干达早就立法禁止同性恋的行为 对于鼓吹同性恋或是出贵的人都判处14年有期徒刑 现在新的法律又进一步提高行责 对于累犯同性恋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这么重的罚则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根据国际特色组织的统计 非洲54个国家中有38个国家将同性恋列为非法行为 美国总统欧巴马以自由公平与人群的倒退 来抨击这项新法 而美国和乌干达的外交关系 以及每年4亿美元的补助 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还有待观察 而联合国也相当担心 这项新法可能会造成艾滋病筛选数量的减少 而使得艾滋病更加泛难 尽管全球反对声浪不下 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面对来自于执政党内部的压力 签署备受争议的反同性恋法案 法案2月24号签署之后马上生效 未来新法的规范把所有的同性恋者一网打尽 女同志也首度被纳入新法的规范之中 同性恋行为在乌干达以及很多非洲国家 原本就是受到法律规范和严惩的犯罪行为 但是乌干达这项变本加厉的反同性恋草案 自从2009年一提出以来就备受全球公平 法案最初的构想甚至打算对同性恋者处于死刑 不过最后的版本针对同性恋行为的累犯 最高处以无期徒刑 对于首次违反规定的人也祭出14年有期徒刑的重罚 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的做法 有人说这是为了一己权利之私 希望争取党内提名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 往连任30年的道路迈进 但是在乌干达甚至很多非洲国家 类似的反同性恋法案却受到一般民众的欢迎 对于乌干达这项人权开倒车的法案 美国总统欧巴马已经回应要重新检视 美国与乌干达的外交关系 而以北欧国家为首的瑞典和丹麦 则宣布要抽回将近2000万美元 对于乌干达工部门的协助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 非洲54个国家中有38个国家将同性恋列为犯法行为 即奈吉利亚1月中签署亲版反同性恋法案 以及乌干达正式签署反同性恋法案之前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众议院 2月21号也通过一项以保护宗教信仰为名的反同性恋法 未来亚利桑那州内任何商家 只要以违反宗教信仰的理由 就可以拒绝同性恋顾客入内 以对同性恋者不友善为名的美国亚利桑那州 漠视同治人权的做法 乌干达将同性恋行为视为犯罪 政府政策方针选择边缘化人类生而拥有的基本人权 做法引发全球关注 接着我们来谈谈安宁日记在日本遭到毁坏的问题 安宁日记的作者安宁法兰克 是犹太家庭的小女孩 13岁的时候随着家人从法兰克府逃到阿姆斯丹 躲避希特勒的追杀 前前后后总共在一间狭小的密室躲避了25个月 透过一扇小窗户 她每天望着教堂祷告 找寻心灵的慰藉 无形的枪声和暴躁声 让安宁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些恐惧和绝望的心路历程 安宁一次一句的写在日记本上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这本安宁日记成为真实记载 纳粹暴政和种族屠杀的历史记录 截至目前为止 安宁日记已经被翻译成65种语言 包括中文在内 总共出版了3000多万册 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而日文版的安宁日记 也深受日本读者的喜爱 销售量可以说是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 而在日本各大图书馆中 也收藏多本安宁日记 但是最近却传出 遭人蓄意毁坏的消息 到底是谁破坏了这本书 环球时报记者怀疑 可能和日本的右派分子有关 引起的广泛的讨论 架上书籍一本本整齐排列 但却有不明人士 将世界著名文学作品 安宁日记 从书架上抽出来 一本一本毁坏 日本东京的38处公共图书馆 发现馆藏的安宁日记 遭到历任撕毁 超过300本受损的书册当中 还包括一些相关研究书籍 图书馆管理员表示 被撕毁的部分 大多是犹太少女安妮法兰克 叙述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部分 每本书大约有10到20页被撕毁 安倫フランクという本を全部一堂に一つの書家に置いて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自動書コーナーに置いてあったり一般コーナーに置いてあったり物によって絵本のところに置いてあったりというふうに分かれているんですね それを多分その書家に置いてあるときにある程度目星をつけて事前に目星をつけていたというとあれ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ことでやっているという可能性が高いと思います アン妮日記は13歳少女アン妮法兰克 在生前最後2年所写的日記 二战時期 因为犹太人的身份 安妮与一家人住到了父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办公室里 隔出的密室来躲避纳粹的迫害 但2年之后 他们遭到告密者揭露 最后被关进集中营 母亲在集中营饿死 安妮与姐姐也因为染上当时流行的伤寒而死亡 安妮的父亲奥图是家中唯一幸存的人 在1945年被释放后 她的员工将救出的手稿还给奥图 这是第一本以少女成长的心理变化 配上当时犹太人受迫害的状况 描述深刻的一本书 也让读者站在安妮的立场 感受青少年受迫害的变化 出版后安妮日记大麦也被选为20世纪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不但被改编成儿童绘本 舞台剧 电影也接连问世 但是奥图出版时 为了保护当事人 而将部分内容修改 也让许多纳粹大屠杀否定者 执疑书中迫害犹太人部分的真实性 日本与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期为盟友 日本的安倍政权因为禁国神社 外安妇议题 被中国与南韩质疑 对二战问题采取 与极右派分子类似的修正态度 外务大臣接受美联社专访时 急忙灭火澄清 日本国营媒体NHK 日前关于为安妇合理化的说辞 与日本政府立场无关 随着周日韩因为海权争夺关系白刃化 任何言论发表都极为敏感 可怜了背负历史包袱的文学书籍 安妮日记遭到破坏 一定引起国际犹太人权组织关切 希望日方能够尽快找到凶手 最后我们把焦点转移到南非 来谈谈蒸汽庞克文化 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 而维多利亚时代被视为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 而当时的蒸汽机则是最高科学技术的象征 因此蒸汽庞克文化也随之而生 蒸汽庞克族喜欢穿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复古服饰 并且佩戴钢铁材质的饰品 看起来有点怪异但是相当拉风 这股旋风影响了一位南非艺术家 他专门从破铜烂铁中回缩利用钢铁零件打造专属的蒸汽庞克风格 南非开普敦的艺术家琼斯从破铜烂铁中 找到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宝贝 他的作品以蒸汽庞克风格为主 蒸汽庞克结合蒸汽和庞克两个字 蒸汽代表以蒸汽为动力的大型机械 庞克则是一种叛逆的边缘文化 18世纪的工业革命 蒸汽机是最具代表性的机械 1837年到1901年的维多利亚时代 被视为工业革命全盛时期 人类凭借蒸汽动力 发明飞禽船和蒸汽火车 带动科技进步 许多人开始无限放大蒸汽的力量 想象出高科技的未来世界 形成独特的蒸汽庞克风格 影响文学和艺术创作 热爱蒸汽庞克风格的琼斯 正在为普勒托利亚的一家咖啡店 打造咖啡烘焙机 它设计的咖啡豆分配机 已经在开普敦的这家咖啡店 成为一大亮点 基本上,你必须接触锅子 然后你转它走到最后 然后你离开锅子 然后你开锅子 然后你准备225克的锅子 分配出来的咖啡豆 就会用这台1940年代风格的工业机械 烘焙出浓郁的香味 店里的装潢 弥漫着浓浓的维多利亚风格 连服务生都穿上复古服装 吸引众多蒸汽庞克族前来朝圣 但我认为它更有趣 因为人们还没有知道 蒸汽庞克风格的 他们的视频都很不同 酷、热烈、不太确定 他们不懂这种类型 而且这更有趣 看到他们进入 然后会变得担心 然后等候候 然后你会看到 特殊的风格加上可口的美食 不仅成功擂获当地顾客的心 更在去年9月被英国旅游网站 评选为全世界最棒的咖啡店 来自希腊的帕诺斯 就是慕名而来的观光客 蒸汽庞克浪潮帖 这家餐厅也采用 维多利亚时代装潢 让服务生穿上复古服装 成为蒸汽庞克族聚会的热门场所 蒸汽庞克不仅成为南非的热门时尚 有人预言 这股维多利亚时期的未来主义风格 还将在未来几年席卷全球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麦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